每天賽行都把自己準備好 因為不管有沒有先發 就是搞不好後面都還會上場 代替守備這樣子 然後也不知道今天有這代打的機會 這個也滿意外的 很紮實的飛球在左眼方向要掉翻了 而且球最後是HOPRO 郭語杰一棒炸裂 忠信兄弟單場的第三發全力打 真的滿意外的 因為我上去就是抓他 抓我自己勝利的位置去打 然後把球打槍 因為他沒手很近 我也想要就是有一點 手近 我也想要把他們打 打穿他們的位置這樣子 對 勝率非常高 是1 不過要看一下 陳子豪這邊 好像不同意這一棒HOPRO 很關鍵啊 沒有南方就沒有延長賽 他有掌握到直球的這個節奏 擠出去就滿確實的 一擠出去就知道應該是拳內打了吧 對 沒有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每一棒都很關鍵 對 如果前面沒有機會我沒有打那一分 我那 我在打的話也是2比1而已 對 每一棒都很關鍵 哇說著說著這一棒打得很深遠 這個球不用看了 2才看台 說完就是拳內打 今天拳內打 很開心啊 很棒 很棒啊 就是能先打下第一分嘛 對不對 對於這種王牌等級的投手 給球隊的感覺就是 我們先得分 壓力先丟給他們這樣子 當然很開心啊 因為畢竟我們是一個團隊嘛 就是 如果誰 不小心失誤了 還是怎樣 就是靠全部的人去幫他彌補 然後去贏得這場勝利這樣 我覺得 他的直球的速度沒有上一場好 然後碰球也沒有上一場的好 但是就是 緩急的 快慢的這個部分做的是還不錯 可能都是丟到一些 打者可能不好觸犯的地方嘛 然後就造成很多出局勢這樣 今天來講的話 確實沒有上一場這麼好嘛 然後整個 丟起來也都是覺得有點難以怪怪 可是有時候 就是想說自己一顆一顆來 然後就是跟家居慢慢 他去引導我 然後去搭配 然後去一顆一顆的去 耐心的去解決對手這樣 好 就是高興一下 然後跳完 跟他們嗨完 下一局還有守備 手下來才是勝利這樣子